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徐國勇 國民黨的立委這幾天極力的要求 要呼籲蔡英文總統說 趕快去太平島宣布主權 太平島本來就是我們的 還有什麼好宣布的 不是前面有兩個總統 有去過有宣布過嗎 難道一定要第三個總統宣布 才叫做主權嗎 請問一下蔣介石有沒有去過 你那個時候為什麼說太平島是我們的 蔣經國有沒有去過也沒有啊 那為什麼太平島是我們的 所以這是在說什麼 一定要總統去過太平島才是我們的 請問滿意久沒有去過玉山 沒有啊玉山不是我們的嗎 在說什麼 主權不是這樣子來主張的啦 所以國防委員會的趙委馬文君更表示說 哎呀前面兩年總統都去了 都沒有問題 哎時代還有整個時空背景都不一樣 現在中國跟菲律賓在那邊有很多的問題 而且大家看到了這些問題不只是中國跟菲律賓的問題 越南他們都有問題都插一腳 因為深所國都在那裡 而菲律賓跟美國又有共同防禦條約 現在日本跟菲律賓也結合起來 菲律賓又跟十幾個國家的海巡又結合起來 為什麼 所以看到這個時候 在菲律賓在菲律賓很多結合的問題以後 跟中國的衝突 所以我們看到的不只是外交部長吳釗燮 還有今天的國安局局長 蔡明燕 她都表態 不建議蔡總統在這個時候去登太平島 所以拜託 小馬可是菲律賓總統 習近平中國總統 有沒有去南海 沒有耶 那你要我們的總統去 你目的在幹什麼 你安什麼心 就是要把我們台灣拖進去跟中國站在同一邊嗎 因為現在中國跟菲律賓正在這裡抗爭在抵制的時候 你去請問你是支持菲律賓還是支持中國 我告訴你 我們說是支持自己中華民國就好了 蔣介石蔣經國都沒有去 請國民黨給表態一下 同時我們要看看 也要繼續追 有關虐童案 我發現虐童案似乎好像新聞的熱度越來越低 關心的人越來越少 可是這個案子結束了嗎 這個案子檢討報告 除了外服部的檢討報告出來了以後 也出來了 請問台北市出來了嗎 新北市出來了嗎 檢討報告沒出來 果然是不是俄服聯盟力量夠大 公關做得好 所以現在要談的人越來越少了 但是我們的節目絕對 絕對不會讓他笑聲 我們要追 我們看看台北市 台北市議會明天的臨時會 他們要照開要專案報告 要蔣萬安來做專案報告 因為蔣萬安明明就是世主 他竟然說他是公親 所以黃珊珊馬上就打臉他 你是世主怎麼變公親 他就是公親啊 可是這個時候 似乎台北市議會會不會因為國民黨的杯葛 開不成 因為他們在護航蔣萬安 你護航蔣萬安沒有這一些報告 你就是在護航俄服聯盟 不客氣的就是這麼講 因為俄服聯盟 跟蔣萬安台北市 這樣的社會局都要負同樣的責任 所以你在護航 蔣萬安不就是在護航俄服聯盟嗎 俄服聯盟不就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王玉銘 他們在handle嗎 所以教育部今天站出來講 他說他們跟衛福部一起來審查兒童聯盟的問題 最嚴重可能要廢止設立 你們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教育部出來講話 為什麼我等一下告訴你 在節目的時候 我從法律的觀點 從歷史的觀點來告訴你 為什麼俄服聯盟最後竟然是教育部出來講話 換句話講 他們當時的設立有什麼味覺 有什麼味覺 我告訴你貓利座在那裡 這些議題值得大家的關心 現在我來叫做我們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立法委員莊立雄 思雄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的立法委員陳冠廷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的臺北市議員洪建議建議 大家好 我們的臺北市議員劉采薇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們的資深媒體員陳東好 董好 大家好 我們的政治評論余美美 大家好 我們要先來看一下 這個相關的報導 有激化南來的情勢 蔡明恩說 現階段不建議蔡總統登太平島 結果藍軍一直呼籲 蔡英文要登太平島 這個時候布林肯剛剛離開菲律賓 中共立即宣布在南海軍事演習 這個時候要總統去太平島 不然你是在想什麼 我們先看看相關報導 國安局長蔡明燕副立院被詢 媒體聚焦蔡總統 該不該在武林卸任前去太平島一趟 太平島南海地區的地緣政治環境 比較複雜 那總統登島的動作 會不會被國際社會解讀城市 激化緊張情勢的一個舉動 那這樣的一個解釋 會不會對於台灣的外交利益 產生一些影響 那這是我們評估的第一個重點 太平島所在的南海 具備高度戰略價值 是各國兵加避爭之地 近年大小衝突不斷 最近一次發生在3月5號 中飛兩國海警船發生擦撞 造成兩國關係再惡化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出馬調停 要中國適可而止 沒想到他離開馬尼拉後 中方就宣布連續三天 在南海進行軍事訓練和實彈射擊 不只南海局勢升高 總統飛航為安也是一大挑戰 那第二重點是 南海地區的軍事化程度非常的高 所以國際社會 也對於南海地區的自由航行權 跟自由飛躍權有非常多的關注 也就是很多的國家的基建 在通過南海的海空域的時候 都有遭到相關國家的干擾 所以我們必須要評估 在1600公里的飛行途中 總統的坐機會不會有相關的 飛航或危安的問題 這也是國安局必須要評估的 考量地緣政治和飛安兩大結構因素 國安局現階段不建議總統赴太平島 加上驚嚇海域僵局未解 南海關係更是敏感 根據國防部公布的最新共機動態 從昨天早上60到今天早上60 一共征獲共機32加4 其中越海峽中艦20加4 共艦5加4 創下近兩個月的新高 加上520將近 南海情勢勢必會再升溫 此時貌然捲入南海紛爭 對台灣絕對不是好的選擇 也難怪民進黨要開槍 國民黨操作太平島議題 不是沒做功課 就是在作秀 來我們看一下 不甩布林肯的警告 中共宣布南海連續三天實彈演習 就在這裡 3月21日8點到晚上8點 軍事訓練 到23日每天8點到16時 射擊訓練 所以大家看到 這就是共產黨 那為什麼這個時候 要我們的總統去呢 中國外交部約見菲律賓大使 教涉南海問題表達不滿 但中國多蠻恨 小馬可是菲律賓總統說什麼 菲律賓維護南海主權 他沒有意思要去戳你中國 這隻熊啦 這個時候我們看到了 投降主義疑美論 聲音在台灣沒有掃過 結果我們來看看菲律賓 菲律賓有八成 將近八成的菲律賓人 為何不惜與中國一戰呢 小國結盟抗衆成為台灣的借鏡 所以當我們看到這些的時候 其實菲律賓比台灣的國力弱太多太多了 可是他們對國內的團結 這才是真正一個國家應該有的 所以菲律賓我們來看整個南海的情勢 南海的情勢 你看這幾天 你想像藏 在南海的周遭 一天有將近二十八艘的軍艦 在那個地方對峙 也就是說 全世界都在關心嘛 這個地方區域的情勢 非常的一個緊張 你去看我今天看 我們海集會當事長 李大輝說在追求專訪的時候 連G7在全世界最主要的工業國家 就出來跟你說 兩岸之間 尤其台海這個地方 這個和平和穩定 這不是在台灣和中國的事情而已 這是國際的事情 這是全世界的經濟發展 三頁工業、供應鏈 都有牽涉到 所以這不是只有台灣的事情 相同的 你這個南海局勢的一個身高 國民黨現在開始說 來來來來 總統你要去太平島那裡 你要去做一個宣誓主權 總統也好 立法委員也好 到我們自己國家所屬的哪一個島去 我覺得都很正常 但問題是說 那個十千點 這個時候 我們不要說戰允密布 中國跟菲律賓在那裡對峙 布林鄭現在腳 前腳踏離開菲律賓 中國出來跟他說 原始 原始開始要跟你在那裡做一個軍援 像這個情況 你說叫總統去 假設你是總統 你要去的時候 我空軍要派幾隻 我海軍要派幾隻 沒有啦 我們的空軍有載到南海嗎 沒有載到啦 為什麼 我們的空軍如果沒有加油機的話 沒有空中加油 飛到東沙 就要飛回來 因為飛不了那麼遠 我們的F16 沒辦法飛那麼遠 飛到那裡再飛回來 不要騙人 要有加油機 問題是台灣的 所以我們就只能派海軍去 那你現在幾十艘艦艇在那邊對峙 所以問題就來了 如果李總統要去 我海軍要派幾隻 沒有啦 國防部長要怎麼保護總統 所以問題就來了 所以說在整個區域和平跟穩定 是我們自己來 還是人家在那邊在緊張的時候 說快點 我們也派幾隻出來 被我們總統來 我們不要去那邊插一腳 這個對整個區域的和平的穩定 沒有幫助 第二就是說 現在你看飛利賓 過去飛利賓也是親中 甚至一帶一路 飛利賓跟中國都簽了 他為什麼 以前親中的飛利賓 現在感覺說 哎呦 你這個中國 你對我飛利賓也是軟頭沈滾 我籃海 族邊周到 你全部在那裡滾絲絲絲 一直把它插起來 飛利賓會跳腳 跳腳以後 四月十一年糟 他也要拜登 要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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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三方會談 跟國際上人家共同一直在解決的時候 我們台灣我們自己的債 總統你現在去 是怎麼樣 是要去跟中國一樣的日常 莫名其妙 中國假如這個時候小英去 在整個國際情勢沒有處理好的時候 中共就派軍艦派飛機 因為中國他們在海南島 飛機直接飛過去是沒有問題的 滾滾而已 海南島過去是很近 所以中國就派飛機去保護 我們的地區領導人 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 中國會不會來這一招 保證來這一招 就知道嘛 為什麼國民黨的立委要這樣講 所以打開說 你這不安好心 那你說總統不去那裡 你不敢去 用這一種 揶揄的口氣 你為什麼不揶揄 蔣介石不敢去 蔣介石來到台灣 你又連出國一次都沒有 都不敢出國 一次都沒有 他有沒有到哪裡去訪問過 蔣經國在美國被暗殺 當然不成 沒有成功以後 再也不敢出國 你為什麼不敢揶揄一下 蔣經國跟蔣介石 是在說什麼 難道有個國家的領導人 要這樣講嗎 所以冠廷 是要怎麼看這個事情 我覺得蔣介石用這樣子的說法 來接與我們的國家最高領導人 現在是非常不好的 那總統要不要出訪 或者是出訪哪個地方 或者是總統在我們自己台灣的主權的國家裡面 要去哪個地方 不是立法委員去指揮的 也不是這國民黨團去指揮的 我再次強調 這個太平島是我國的主權的 這一個土地是百分之百沒有疑慮的 而且它也是一個自然島� 所以如果說立法委員要去 過去都有機制 2016年的時候 本黨的立法委員也都有去 所以過去有機制 你們要去 來去肯定我們的主權 加強我們主權的宣誓 歡迎去 但是用酸的方式 酸總統 這樣真的是大可不必 而且國安局的局長 過去不知道沒關係 但是國安局的局長 昨天也正式講了 有疑慮的地方在哪裡 包含安全上面的疑慮 包含情資上面的疑慮 他們得到的資訊 已經是這樣子的 跟你們說了 你們還是要這樣用酸的方式 來去危害 我們臺灣的總統的安全 這就不必嘛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 在國家的利益來看 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宣誓主權 第二個 就是降低情勢的這個身高 那國家的主權 已經是我們的地方 你再去不斷地在激化 周遭的伸索國 有沒有其必要性 總統去有沒有其必要性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 作為國會議員 你要去的話 某種程度你也是在宣誓 我們的主權 你怎麼突然說 你去了 所以說總統就一定要跟著你去 沒有這種說法 這樣邏輯上面 也是不通的 每一個國家的 不管是行政 立法或者是司法 他都有他的獨特的代表現 所以當過去國會議員 民主進步黨籍的國會議員 去的時候 他就是某種宣誓 在宣誓我們的主權 所以如果現在反對黨的人決定 要坐飛機去也好 坐軍機去也好 或者是像部長您建議的 坐船去 你華為要去的話 我要具體建議 你不要給我坐飛機 不要坐飛機 坐船去 讓你體驗一下 海軍署的辛苦 坐船沒人要去 沒人會報名 很會去 去到我前面就躲了 我跟你說 我做海軍的我知道了 我當兵的時候是海軍 我怎麼不知道 我告訴你 坐船去 只要一離開高雄港 我保證兩點前後 你就躲到眉眉眉眉眉 而到太平島 我看要三天 以前我們在當兵的時候 如果是美字號 就是小宗字號 美宋跟美增 飛到太平島 我跟你說十天 寄十四天 因為一邊還演習 所以我具體建議 讓你們知道海軍的痛苦 讓你知道我們海巡署的辛苦 所以這些立法 你不要給我坐飛機 坐船去 這樣有立法 部長我再最後補充一句 二零一六年 就是在最後馬英九任期的最後一年 他們去的時候 各國的反應是什麼樣 越南是表達強力抗議 菲律賓是表達抗議 其實我們一去之後 最高領導人去 還是隨著時間的變化 他升高的局勢 其實是會影響到臺灣的總體的聲譽 所以當記者在訪問我們的時候 我們第一時間認為說 其實把這個成績跟影響力 既有宣示 但是又不會影響到南海的局勢 最好的方式 其實就是由反對黨的國會議員去 所以他們要去 我們沒有在批判他們去 坐船 坐船 坐船或者坐軍區都可以 反對黨的國會議員去 我不會反對 但是你一下子升高到總統 那過去二零一六年之前 在馬英九最後一次登島的時候 BBC的這些這些這些新聞媒體都有 國際反應就是這樣子 這是他們所要的嗎 我想這是值得再去思考的 其實總統去 一般來講其實那一次馬英九去 我也不反對 可是要看看時機 這個時候的時機是不對的 時機點不對 對的事情在不對的時間也就錯了 何況這些立委還用諷刺的口氣說 你不敢去你怎麼樣 你為什麼不諷刺一下蔣經國 蔣經國還沒有當總統的時候 去美國訪問被暗殺不成以後回來 再也不敢出國 請問蔣經國當總統哪一次出國過 你告訴我 蔣介石來到臺灣 一九四九年來到臺灣 他哪一次出國過 你為什麼不諷刺一下 你們的所謂的總裁呢 所以我是覺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董浩怎麼來看 我一直在想說 為什麼國民黨議員黨員 這是要搞太平島這個事情 目的是什麼 配合中國 我不曉得是不是配合中國 這個沒辦法推論 但是因為馬英九前總統 他那個時候在卸人前 是有去過那一次 那個時候南海呢 事實上菲律賓跟中國是在打官司 那個是有那個背景 在國際法院 那如果你再去查一下一個新聞 在馬英九去了太平島之後呢 國台辦是怎麼發言的 國台辦趕快借機把 這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然後這個對馬英九的習慣是肯定的 為什麼 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一張主張是繼承 中華民國的那個九段線 十一段線 十一段線 台灣九段線 後來他跟越南的北部灣 或者叫東京灣化解了以後 所以現在九段線 不過現在又十段線了 我記得我在前面節目都講過 我們把這個時空背景拿回來看 就是說去太平島的目的是什麼 以阿扁那一次來講 阿扁去的時候呢 其實是政治性 就是說我要走過台灣每個地方 太平島沒有去過 那是阿扁的目的 那馬英九的目的是什麼 他跟阿扁那個時候是一樣嗎 事實上他那個時間點 是會一定會射入到南海的這個事情 那這裡就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你去那邊 對於台灣的幫助是什麼 因為太平島是我們的主權 不需要重複宣誓 本來就是這樣嘛 那你去那邊對於 南海相關權益的深所 這件事情上面來講 我們會不會有幫助 或者我能不能爭取到更多的支持 其實很簡單 能不能增加支持嘛 比如說美國會支持 菲律賓會支持 馬來西亞會支持 印尼會支持 越南會支持 可是眼前你看不到這個 看不到這個 就是說環南海的這些國家 大概都不會輕易表態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 你就很現實的 菲律賓跟中國現在 兩邊就已經在 在互相在那邊 測試對方的底線 美國都已經進來了 你再進去 會讓 你有可能會讓事情更複雜 所以你回過來再看 看馬文君 看國民黨立委黨團 我說我在想說 你到底你要什麼 我做這件事情 我作為這一黨 我要督促我們中華英國中央去太平島 我要達到什麼目的 我如果不能增加台灣的權益的話 不是對外的話 那就是要對內 那對內 對內你能夠要的是什麼 表示說你比蔡英文中央勇敢嗎 還是說對馬文君來講 這樣子可以減輕我對他的疑慮嗎 所以因為這樣子叫做比馬英九勇敢 還是馬英九很勇敢 那馬英九如果勇敢的話 最不勇敢的就是兩蔣 因為看不出來 尤其蔣介石最不勇敢 從來沒有出國過 來到台灣一次都沒有出國過 可是這樣子又對蔣經國又很不公平 尤其蔣經國對兩蔣其實最 什麼另外一個角度 至少要確立兩岸之間的這個現狀 對嘛 所以說國民黨做這個訴求的時候 我不曉得他要表現是什麼 是說國民黨 我比民進黨我更能夠保護台灣主權嗎 就是說太平黨因為本來就是我們的主權 所以他沒有不是主權的問題 那你剩下就是增加國家的利益 那你增加了什麼利益 我覺得國民黨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沒有聽到他論述這一塊 因為南海的開發 乃至於各身手國之間的 那個需要國際上的合作談判 如果說現在是已經進到談判了 大家都已經坐下來要開會了 然後沒有找我們 這時候做幾個動作人說 欸我 我也有太平島 那個時候可以理解 可是現在沒有啊 現在是菲律賓跟中國搞得很緊張 然後連美國都插一腳 好 那如果對馬文軍來講 這裡面還有國民黨個人的問題 立委個人問題 馬文軍一直要 一直一直要摘掉他自己的那個疑慮 因為他有泄密 然後這些等等的問題 所以我不曉得國民黨做這件事情 他立委員黨員花那麼大力做這件事情 你就會減輕對馬文軍的疑慮嗎 所以不會啊 所以你看一看 當時馬英九去的時候 中國的反應是什麼 哇肯定 然後又開始九二共識 又是一個中國原則 你看等於是代表他 繼承了整個太平島什麼 他開始又在講這一切了 所以啊 去的結果 只有個國家最高興就是中國 不客氣的講就是這樣 而太平島是南海 南海 南海有四個 有東沙西沙中沙南沙 南海是太平島是南沙裡面 唯一一個自然形成的島嶼 所以國際海洋法 也就是Unclose 一九八二年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裡面第一百二十一條規定 他說要自然浮出於海面 在高潮的時候 仍然是浮出於海面 所自然形成的 這個就叫島嶼 這個時候講實在話 而且必須要有淡水 可以贏經濟生活的 才擁有專屬經濟海域 不然的話你一塊礁石 你只能擁有寧海 不可以擁有專屬經濟海域 因為你不能贏經濟生活 不適於人居住 唯一有淡水的島就是太平島 而且我們佔有太平島 超過七十年八十年 這本來在國際法上 取得時效五十年 早就超過了 沒有疑慮 你幹嘛要講這個東西呢 反而構成疑慮 我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當然中國跟非兵的 那個國際法院的判決 是認為說 這個海域到底誰 擁有專屬經濟海域 還是每個島嶼 只有寧海 是在講這個 因為我是讀國際法的 我瞭解 我也讀海洋法 所以我真的是 從各個角度來看 從國際關係來看 我是搞不清楚 不過我先讓大家看 也幾個問題 兩岸關係 已不再只是台灣地區 與大陸地區 李大維說 台海問題 G7都要管 另外 如何看待 將來奈清德政府 與兩岸的關係 李大維說 五二零之後 北京方面一定會看 奈清德的就職演說 但我認為 奈清德會審慎的路線 來處理國安兩岸外交 奈清德的訓練是有的 他不是一張白紙 再讓大家看 馬文君 馬文君這個時候 涉嫌泄密 結果他去主持國防機密會議 所以吳振轟說 你應該之所進退 有所迴避 結果涉泄密還排 國安秘密會議挨轟 馬文君說 那黃曙光 該先持前艦召集人 你看 這個風馬流不相及 他硬把他扯進來 然後呢 目的就是針對前艦 馬文君涉泄密 卻召開機密會議 縣長要求蔡明燕澄清 所以他求援簽裁判 他是被告 要蔡明燕澄清 這是司法問題 他要國安局長來澄清 所以利用立委的職權 在搞這些 妹妹怎麼來看 包括這些相關的 還有南海爭議 好 我先講 南海這件事情 我們知道第一個時機點 來講 我很不願意這樣推斷 國民黨 但我認為他真的是 非常迎合中共的意志 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 大概3月14號的時候呢 美國菲律賓宣布 布林肯跟小馬可寺 3月19號要會面 各位 國民黨吵著 說叫蔡英文 蔡總統應該去太平島 是不是就在這之後的事情 就在剛好這個時機點 為什麼 而且是中菲之間 這個在南海上面的 魚權主權 爭議 紛爭那麼大 情勢在升高 連美國都出來說 美菲之間 共同防禦條約 堅不可破 甚至4月11號 要美日菲 召開三國的高峰會議 在這個時間點上 居然國民黨就橫空出事來插一腳 各位認為只是時間的巧合嗎 還是背後裡頭 有迎合中國的意志呢 所以明明我讓你看一個新聞 也讓觀眾朋友們來想一下 中國這個是在幹什麼 中國外交部不是約見菲律賓大使 交涉南海問題表達不滿嗎 讓大家看 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 今天則對此聲稱 馬上配合中國外交部聲稱 他說美國必須避免挑釋生非 或者必須在南海問題上選邊站隊 所以換句話講 美國已經很清楚 就是選邊就選在人家 跟菲律賓的共同防禦條約 布林肯不是也去了菲律賓嗎 其實這些話剛好配合國民黨 要總統去太平島的時候 那我們要不要在南海問題上選邊站隊呢 他就是要逼臺灣在這邊 所以當我們去的時候 中國的飛機 因為我們的飛機沒有辦法飛那麼遠 我們的戰鬥機沒有辦法飛那麼遠 去保護總統的坐機 所以這個時候 中國的飛機可以飛到旁邊 然後呢說我來保護你 或者是船 他們船過來 我來保護你 這是臺灣 是我們中國的一部分 我跟你說 國際上一定有相關的情報 所以國民黨難道這些都不知道 在搞這個這樣好 所以我就說非常非常的故意 非常的惡劣嘛 那各位要知道這件事情 我們第一個時機點不對 而且我覺得非常刻意在迎合中國 那第二在國際上形成一個臺灣跟中國 是站在一起同屬一個中國的 這樣印象立場 那變成什麼 臺灣站在美國 日本菲律賓 甚至於南海島礁 很多主權爭議 國家的對立面 那各位知道這個事情有多嚴重嗎 中國一直想東出太平洋 中國要出去穿過第一島鏈 它只有兩個出口 各位 對 北邊叫宮古海峽 南邊就是巴士海峽 北邊的宮古海峽太困難了 美日的軍事那麼樣的強大 橫須賀是第七艦隊的母港 所以宮古海峽很困難 曾經中國認為說巴士海峽 他有有利可圖 有機可圖 而且他從南海海南島 對 他從海南島出去 他們的潛艦基地就在海南島 對 沒錯 而且在杜特地的時代 因為非常輕忠 所以覺得這個巴士海峽 簡直就是將來我出去 穿越第一島鏈最好的地方 他怎麼樣沒有想到 小馬可是是這樣強硬 各位你要知道 現在在巴丹島 離台灣只有一百四十公里 他要在那邊 美國是美國要出錢 出十億美軍 那雖然講話講得好 聽說修港口 其實為了什麼 他要做三千公尺的機場 那是為了要大型的挺機坪 這在幹什麼 這在巴士海峽裡頭 插入了這個心臟地帶 插入一個匕首 防止你中國藉由巴士海峽 要穿出第一島鏈 各位有沒有想過 如果今天台灣 在這個時間點上面 當國際上有台灣跟中國 站隊在一起 台灣跟中國是一個原則的話 我們變成第一島鏈的破口 那請問一下 台海問題如果不越國際化的話 台灣的安全會有保障嗎 所以我覺得這齊心可株嘛 這第二點第三點 我最後再講一下就是說 馬文君這些人 我真的覺得你夠了 你要洗白不用透過這種方式 你尤其拿來跟黃曙光類比 那是不倫不類 你為什麼被告 是因為你有確切的證據 你該謝的命 你都謝光了 你甚至寄到韓國的代表出去 然後呢你跟王玉銘一樣 我不知道為什麼中國國民黨 這些人可以這樣不知利益迴避 王玉銘俄服聯盟前執行長前董事 然後可以求援兼裁判嗎 主持這個會議 好馬文君 你現在更是你的案子 你是被告 你在被偵查當中 你是第一個被外患泄密罪 被偵查的國會議員 你居然泄密的要來聽機密 天底下有這種諷刺的笑話嗎 還大咧咧的也不辭 還繼續要這樣子蠻幹 那我請問一下 不知利益迴避 可以到這種地步嗎 尤其國防兩岸軍事外交 這關係到國家安全 泄密來聽機密的大咧咧 然後諷宋的國家元首 所以我要跟國民黨朋友講 你們去看看有老師做的民調 為什麼你們下跌的這麼多 為什麼你們衝聲量衝聲是這樣子 如果說你們的作為是對的 你們的民調會下跌到這麼多嗎 可見得你們的胡作非為 老實說 不只是受傷的是國民黨自己 更重要的是 你不要傷害到台灣的國家利益 特別是在南海問題上 這件事情真的不要再開玩笑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了台海問題 大家知道其實整個東亞 包括東北亞東南亞 台灣剛好在東北亞東南亞中間 我們既算東北亞的一份子 也算東南亞的一份子 所以在東海問題上 有三個深所國 一個中國一個日本一個台灣 當然上面還有一個韓國 但韓國因為離太遠了 所以在整個化界 包括在釣魚台 韓國離他們太遠了 已經超出他們的專屬經濟海域 所以他們沒有問題 所以有問題的就是中國 日本跟台灣 就釣魚台 其中中國已經在釣魚台附近 中線的地方 他開采的油田 春曉 斷橋 殘雪 天外天 都已經在那邊開采 日本也在抗議 所以啊 但是基本上 東海因為深所國比較少 所以呢 基本上還算 不會是火藥庫 可是南海是不一樣的 南海是曾經發生海戰的 1974年元月 本來西沙群島包括永興島 整個西沙是南越佔領的 1974年 中國跟越南在海上打了一仗 然後當然他們在陸地上 邊界也打了兩次 在海上打了一次 那一次南越 那時候還不是整個越南 有北越跟南越 南越佔的西沙 被中國給佔領了 因為南越打敗了 中國佔領了整個西沙 聽說那個時候 越南就南越的那一部分 要求美國要求中華民國台灣介入 但是美國跟台灣都沒有介入 我把這個歷史告訴大家 為什麼 那為什麼蔣經國那時候不介入 為什麼蔣經國那時候不去一下太平島 為什麼蔣經國當總統從來沒出國過 為什麼蔣中正當總統從來沒出國過 你們國民黨也批一下好了 所以不是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李大維說 台海問題基深的藥管 所以其實兩岸關係已經不再是台灣跟 台灣地區跟大陸地區 所以從從這裡來講 蔣薇 其實台海問題是錯綜複雜 不是輕輕在講話 你不敢去 總統你不敢去 這樣好 連黃偉岸都說 不要這樣子講 這樣子是讓我們自己 國人 說假裝笑的 其實台海問題本來就是一個錯綜複雜問題 這樣的一個論述 或是這樣的一個說法 或是整體的一個氛圍 這就是一個客觀事實 我們國民黨其實也從來沒有說過 台海問題很簡單 或是它一個是一個單一的一條線 一個問題 只是說 我就很簡單問一個問題 束手邊疆的這一些官兵 辛苦 束手邊疆的這一些官兵 需不需要振奮人心的一個 可能總統去做一個宣誓 其實我想如果站在這一個角度去思考的話 其實我覺得總統在去做宣誓主權的 這樣的一個動作的話 那還是很必要的 其實就如剛剛大家都說了嘛 在南海的問題上面 爭議的確很多 中非在這個主權 在漁權的問題上面 爭也很多 沒有錯 那如果大家從這個角度去試想 我們在太平島上面的官兵 會不會因為這些國際關係 那他們長期束手在那一邊 那這八年來 他們都等不到總統去島上 跟他們慰問 等不到總統去做個宣誓主權的話 那如果我是官兵的話 我可能也會難免失望 所以其實吳釗燮啊 還有一些民進黨的人一直在說 十幾點 十幾點等等的 OK 十幾點是一個你們的論述嘛 十幾點是一個民進黨的一個想法 那我就問那這八年來 難道會這十幾點都不對嗎 這八年來沒有一個十幾點 是可以讓總統去做主權宣誓嗎 其實我倒也覺得不一定 但是其實你可以從這一次的太平島事件 然後到今天的新聞 包含傳出來的一些戰爭稅等等 其實我會思考到一個問題 那就是執政黨一直在堆積 一直在跟大家說 要備戰 要備戰 甚至是讓很多民眾覺得 這個備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的確是很重要 但是在這個氛圍之下 那我們的外交部 我們的國防部 有沒有很誠實 有沒有很清楚的告訴大家 那在這個氛圍 在備戰的氛圍底下呢 我們的民眾有沒有要為整體的國防 這個戰備 然後甚至是 如果真的有需要戰爭的話 我們需要付出多少的人生財產 其實這些都沒有講清楚 所以我覺得與其再你不去 然後要反過來攻擊國民黨的這個狀況之下 應該去好好把整體國防戰略 然後把民進黨的主權立場 好好的講清楚 反而比較重要 我突然間想起一件事 從蔣介石來到臺灣一九四九年 一直到蔣經國當總統 然後在任內去世 他們從來沒有去過太平島 所以太平島的官兵啊 傷心到極點了 假如說因為蔡英文沒有去 我們的太平島的官兵會不振奮 那我看喔 這幾十年來啊 兩蔣時代從來沒去過 我看這些官兵傷心死了 何況我現在再告訴大家 我們太平島沒有駐軍啊 現在太平島是什麼 海巡 海巡署是海上警察而已啦 為什麼是海上警察 我們的東沙海只有海上警察 已經沒有駐軍了啦 所以沒有什麼國軍振奮人心的問題 沒有這回事啦 因為我們只有警察在那裡 因為海巡就是警察 就是海上警察嘛 那我想一下國王部已經講了嘛 這個時候不適當嘛 外政府也講了這個時候不適當啦 那為什麼 回去不可 所以在這個時候 國民黨還用諷刺的口氣 說啊蔡英文不敢去啦 那你為什麼不諷刺一下 幾十年來蔣介石 蔣經國去過嗎 蔣經國現在連 他後來連當總統 連出國都沒出國過 蔣經國 蔣介石也沒出國過了 這怎麼一回事啊 我感覺剛才蔡薇講說宣示主權 振奮人心 我有比較不同的看法啦 那主權其實不用宣示 太平島就是我們的 為什麼 韓國瑜當選高雄市長之前 他的政見說要到太平島開發石油 那這不就是主權是臺灣的嗎 不可否認的 國民黨你們認知的 韓國瑜精神領袖 就認為太平島是臺灣的 第二個振奮人心 剛才部長那個主持人已經講過 勇哥已經講過 那邊只剩海上警察 並沒有駐軍 那我應該換個角度 國民黨現在用酸的口氣 我們講回來 三月二十 布林肯離開了菲律賓 三月二十一正式宣布要在 在那個軍事訓練 從三二一早上八點到晚上六點 他們要軍事訓練 延續三二一 三二二 三二二三 每天早上八點到下午四點 都要做所謂的射擊訓練 我在這裡講 為什麼這麼剛好 你們在諷刺我們臺灣政府不敢 蔡英文不敢去的同時 後面他們馬上宣布了 所謂要所謂的軍演 這到底目的在哪裡 用心在哪裡 我也應該講 一個總統要過去那邊 前置作業 軍官作業 包含所謂的船 飛機過去 要如何去維護我們 臺灣總統的一個安全 其實大家都知道 國民黨也派了 所謂的侯友宜選總統 臺灣是個總統 難道我們的元首 去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不用維護他的安全嗎 但是為了要維護總統的安全 這個是必然性的 但是為什麼要去造成兩岸之間 兩岸之間的一個緊張情勢 在這個時間裡不適合 再來我還必須要講一點 總統要去到那裡 我們所有的國軍 要去維護總統安全 很正常的就是 軍人作戰主要是機動性 那個地方地利 對我們總統維護總統的安全 是不 是不利的 為什麼我們要派軍艦 讓總統去深入一個危險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 馬文軍之前有王玉銘 現在有馬文軍 這個事情 那個所謂的求援兼裁辦的 這樣的問題 我只能說馬文軍你身為國防的招委 你要去我們給予肯定 你要去慰繞這些海巡署的 我也給予肯定 但是呢 不要用這種偏激的方法 擺明的偏激的方法 然後配合中共的有心的操作 去讓我們總統陷入兩岸之間的一個危險 我覺得這樣是不必然的 而且是不好的一種做法 其實太平島牽涉到整個國際情勢 相當相當的複雜 所以我剛剛跟大家講過說 中國跟越南在那邊有過一次海戰 也許年輕人都不知道 因為那是民國六十三年發生的 我那時候還在讀詩專 我再告訴大家個笑話 我們在讀詩專的時候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的報紙也沒有登 中國跟越南在那邊打仗 那麼嚴重的問題 我們那時候中華民國主張十一段線 他說西沙群島也是我們的 我們中華民國曾經佔領過 就搞半天 我們的報紙都沒有登 我印象很深刻 我們那時候每天都要看報紙 學校是強迫的 就搞半天 我們都不知道這個訊息 可是後來出社會 慢慢的讀法律 才知道有這些事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下 那為什麼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不是說我們總統去那邊不好 而是說時機點應該在什麼時候 這才是一個重點 所以沒有把重點搞對 沒有把時機搞對 不知道國民黨是在幹什麼 不過我們的節目還是要來追 虐童案 我看虐童案似乎在很多媒體 還有大家似乎關心度越來越低 但是在網路上 關心度仍然是最高的 我今天一樣接到很多網友 來謝謝我們說 我們繼續在追這個議題 他們認為這個議題 怎麼可以讓他不見了呢 所以我們要讓大家看 臺北市民進黨團22號提案 周開臨時會 有求市長專案報告 民眾黨也表示支持 藍營卻護航到底 市黨部還不排除發起假動反制 非常的傻眼 非常的瞠目結舌 國民黨還有議員受訪說 反正四月八號議會就要開議了 國民黨的意思難道是說 等個二十天 再來處理虐兒案就好了 這件事情不急 看似要幫助蔣萬安 其實是愛他反而害了他 蔣市府一定要站到第一線 我們尊重議會 議員認為說 國民黨保護民保護過程 你有這樣的感覺 我們尊重議會的決定 連說兩次尊重議會 但臨時會要有過半數議員到場 才能討論是否舉行專案報告 國民黨團有多數席次優勢 如果禁止議員出席 最後就只能留局 大家可能都不要去讓他就 我想我們有私底下有在傳這個 傳這樣 但是我沒有收到什麼假動通知 現在剛剛有幾道 其實都不會出 我想這是大家內部形成的共識 是個默契是個共識 對比藍營持續拖延 中央和司法單位積極展開調查 21號北檢提訊在押的 流姓保姆釐清案情 衛福部也提出檢討報告 指出雙北而盟有四個服務斷點 包括新北市府未對男童 評估是否出癢 也沒訪視紀錄 台北市府則是訪視後 沒發現男童於清 而盟明明發現異狀 卻沒有積極作為 最後點出雙北而盟沒有橫向聯繫 現在就等北市府長萬安 進行專案報告 將虐童案交代清楚 來我們看一下 衛福部的檢討報告出來了 不過告訴大家 雙北還沒有出來 虐童案有四個服務斷點 第一 新北市府未對男童評估 是否該出癢 也沒有訪視的紀錄 新北應該負最大責任 國民黨的議員陳平甫 罵新北市罵得最兇悍 再來 臺北市府訪視未發現男童於清 我們看國民黨的臺北市議員 鍾佩軍也一樣K他 所以這兩個不要再說你沒責任 K你們的都是自己黨的人 所以朱立倫你要搞清楚 你的護航 如果你要講說要護航 我看你們的名義代表都對你不以為難 再來 俄盟三度仿視發現異狀 卻沒有實質積極作為 也未見督導機制 甚至要偽造文書的問題 雙北與俄盟未有橫向聯繫 及資訊的流通 所以這個時候點名俄服聯盟 雙北社會局有疏失 衛福部令二十五日前提檢討報告 這是第一個 大家再看 略童案 臺北市政府是四組 黃珊珊也講得很清楚 大家都講得很清楚 二十二日臺北市議員要 蔣萬南專案報告 綠白處報告虐童案 結果攔擬假動反制 來報告一下 為什麼要假動反制 這個蠻奇怪的 建議你打擾議員 我這邊有兩個臺北市議員 還有一個柴薇 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是算過氣的 雖然你現在是立委 但是我們兩個是過氣的 讓他們兩個先講 來來來 其實我覺得整個調查報告 現在來講 我首先要講 民主政部長有要求議長 明天召開那個 我們的大會 那希望可以超過一半的議員出席 要求開專案報告 但是必須要超過二分之一以上的人出席 同意 那以民進黨現有的人數 加上所謂的民眾黨 加上五黨籍的加起來 還沒有過半 所以希望國民黨在這個地方 能可以針對整個事情 來參與我們希望專案報告的一個提案 第二個整個整個凱凱案到現在目前三大重點 第一個調查報告新北市臺北市到目前衛福部還沒看到他們的調查報告 這是民眾想要知道的 第二個針對未來的整個事情 未來的發展檢討機制 看起來目前新北臺北目前看起來沒有任何的一個遊戲規則 甚至於未來要怎麼做 根本沒有機會公開的說明 甚至於讓民眾知道 第三個 新北市市長 臺北市市長到目前還在針對這個案子神隱 這是我比較不能接受的地方 很多事情都似是而非的帶過 我只能說現在現在的問題凱凱案 看起來好像是有人從中做新聞 希望把他忍處理 但我必須要講的最後一點就是 大家針對這個兒福聯盟 所有的領薪水 所有的開銷 所有的預算 所有的內部支出 為什麼國人這麼多的人用心的捐贈給你 導致完全不透明公開 這是民眾想知道的 所以我必須要再講凱凱案 讓我們警惕 我們未來要如何針對兒童的福利去做 但是我也希望新北跟臺北市政府不要再推責任了 希望明天國民黨參與我們的提案 來做一個專案報告 來解決未來的SOP 要如何重新訂定 我讓大家再回顧一件事情 我希望大家去Google一下 應該是在民國九十二年左右 我現在突然間忘記 那個九十一還是九十二 我那時候在臺北市議會當議員 那時候雖然你還沒進去 你還沒進去 還沒進去 你一次 他幫我一次還沒進去 那時候有個邱小妹事件 在臺北市現在叫聯合醫院 在臺北市的醫院被踢啤酒 踢來踢去 踢來踢去 最後那個邱小妹往生 而當他在被臺北市的醫院踢來踢去 而不去照顧 不去醫的時候 那個時候所有醫院的主管是誰 當然就是臺北市市長馬英九 那天晚上他在唱歌跳舞 大家這個東豪一定有相關的這個 那個記憶在裡面 我要提的就是說 那個時候也是認為說 媒體弄好就好了 只要媒體不報就沒事了 這是不對的 所以大家想 虐童案成政治共防嗎 北市藍營尼甲級動員 禁止議員出席一個會議 這個會議 藍營尼甲洞技術性的劉慧 講官說我尊重議會 你就說我願意去報告 有價值一點嘛 藍營尼被個虐童案專辦報告 王毅川說誰不出席就公布名單 一個都跑不掉 所以換句話講 到底你們有假動嗎 沒有啊 沒有 沒有沒有 完全沒有假動禁止 藍營議員不出席這件事情 而我們其實剛剛也才發了一個 就是公文要求市府趕快把報告 就是調查報告交出來 這是一個 那反正明天就是大家議員要出席 黨團沒有說什麼假動 要不要決議說禁止不出席等等 現在是二十六個嗎 其實再加三個這個會就開就開得成了 只是說重點在於明天他們提的這個 其實不只是凱開 還有民眾黨提的這個 台志光的專案報告 那你說兩個報告 當然凱開的是非常重要的 沒有錯 可是問題是在這個臨時會 他們提的時間點第一太短了 因為其實很多的議員都已經排好行程 比如說我們的公務委員會 就是在好像明後天就要去出國考察 那這樣子如果這個會議開成的話 那是不是這一些委員他們也很想要關心凱開案啊 那就取消出國啊 那就沒有辦法去聽了 不要出國也沒什麼啊 這是考察嘛 而且而且說實在的 我們四月八號就已經開議囉 其實差不了幾天的時間 四月八號就已經開議了 那如果等四月八號 市長再來進行專案報告 那其實就是差這幾天 那這幾天不是應該是好好的讓市政府去提出 你該檢討的機制 好好把接下來要做什麼事情 防止凱開2.0 防止另外一個凱開再發生 好好的把這一些報告整理清楚 整理清楚 再給議員再給全民去檢視 我認為這才是比較好的做法 其實剛剛那個金益議員也有提到說 新北臺北還沒有提出一個專案報告 還沒有提出一個檢討報告 的確還沒有 我也認為太慢了 但是反過來說 衛福部的確啊 在於就是整個民怨沸騰 在整個這個輿論氛圍底下 很快的上個禮拜提出 但是一提出兩頁 然後檢討的東西也是亂七八糟 不是不是 也沒有非常的嚴謹 那個不是檢討報告 然後結果呢被退回去之後 巧克力我跟你講 因為你這裡我就要提 那兩頁不是檢討報告 那兩頁是衛福委員會的一個書面報告 給衛福委員會的是開會的專案報告的那兩頁 對嘛 不是檢討報告 就是專案報告嘛 那不是檢討報告 就是專案報告嘛 但你看這兩頁其實該寫的 什麼都也都沒有寫到 那倒不如好好的 我們把東西搞清楚之後 把該調查的 要懲處的 要提出來什麼改善的 趕快 在這個時間去好好的去把機制搞定 我也突然間想到一件事情蠻有趣的 最近的民調還有網路聲量的調查 認為凱開案第一要負責的是台北市 要負責最大責任的是台北市 第二個是新北市 當然俄福聯盟不必講啦 他要負最大責任 這三個 可是為什麼報告沒有出來 因為第一最直接要負責任的就是 新北市跟台北市 這兩個地方都沒有提出報告 反而負間接責任的中央 衛福部 剛剛我不是給大家看嗎 不是提出來了嗎 所以我要提的就是一個態度 我發現態度 尤其台北市的態度 他竟然說他是公親 我會聽到幾句 東浩 你老經驗的 包括從邱小妹事件等等 這這樣好 台北市這樣好 我覺得對人要明選的人 他如果不信邪的時候就要等選票 因為你現在是在他的任期內 邱小妹人球案的時候對馬英九 當然台北市長馬英九其實是一個重創 所以後來馬英九花了很多力氣 包括金武聰他們 要去彌補那個傷害 那你如果回過來看這一次的 凱凱案的話 我不曉得台北市議員要拖到4月8號 你知道4月8號清明都過 清明節結束了嘛 連續假期四天嘛 你要拖到清明節 清明節才要出來講這件事情 我突然想到 你記不記得國民黨在立法院 不是說要開臨時會嗎 馬上就要開正常會了 他要開臨時會 奇怪咧 那時候國民黨立法院都會想到 要馬上要開臨時會 為什麼 為什麼 國民黨主政的 多數的台北市議會不行 那個時候不要講臨時會 那個時候就是 就是為了那個西伯特羅 對啊 為了西伯特羅 那現在這個事情 所以所以我不曉得 國民黨在想什麼 我再提醒一次 卡開案的關鍵 不是已經 只是一個小朋友的生命 是所有的家長都會想知道 我要怎麼找保姆 比較安全 對 我從來沒有講 衛福部沒有責任 因為整個制度的架構 是衛福部的 可是你再怎麼設計制度 最後執行在哪裡 你還是要回到第一線 各縣市的社會局 所以卡開案的事情 它會發生 沒有人敢講 後面不會有第二次 好 去年的12月24號 凱開這個小朋友過世 我不曉得 蔣官官是市長 難道你真的可以拖到4月8號嗎 你要知道3月8號凱開 出病的時候 台北市社會局沒有代表 俄福也沒有代表 也沒有人去上香 新北也沒有 新北也沒有 而他們這三個是要負最大責任的 這個事情拖得越久 真的對你講萬安的聲望 你的知識度滿意度會更好嗎 還是說你想賭一件事情 賭說隨著時間 大家就慢慢就忘記 這個事情到目前為止 薛樂園是在立法院有公開道歉喔 薛樂園有道歉 那新北市跟台北市社會局呢 陳建仁也第一時間道歉 這兩位局 我覺得這兩位局長有沒有公開 沒有 我真的不知道耶 而且我真的很想問 因為我不是台北市議員 就想透過台北市議員問一下 蔣安安蔣市長 你是什麼時候知道這件事情 看報才知道嗎 我不曉得 2月才知道 我不曉得講萬安什麼時候知道 就是說 對這個事情他有沒有反應 然後他的幕僚有沒有反應 動好 俄福聯盟說他看報才知道 尤其王玉民 是啊 他是董事耶 他當時王玉民是現職的董事 就是說 在談這個事情的時候 一個是這個悲劇的本身 一個是 我們有辦法避免再犯嗎 我自己是沒有小孩 可是我小舅子他們是有 小子女是去年才出生 大家都要找保母 你能不能告訴我說 我要怎麼找保母 會比較可靠 然後像弱勢家庭的 像卡開他是脆弱家庭的 這個事情裡面 雙北兩個社會局的交接上有沒有問題 可是都沒有看到報告 我沒有報告我要怎麼去看你們 那就是一件事 大家只要讀兩年以後的選舉 否則你要怎麼辦呢 有些事情是屬於ABC的 根本不應該拿出來講 我想講一次 卡開這件事情 這是個悲劇 當然要有人承擔責任 可是不會是兩個市長 蔣萬恩不會因為這個事情 需要辭職下台 可是蔣萬恩必須要讓大家看到 你的肩膀 你的能力 就是他的態度啦 態度啦 我覺得這個態度太重要了 但是我要讓大家知道 俄福聯盟多可惡 我要講這個就是 欸 凱凱去世的時候告別世 沒有派人去 沒有去碾個箱 人家問他說欸 連商商會裡面都沒出 他說有有有 我有出一個私貸 一個私貸五百塊 雍哥 我再插一句話 為什麼是陳秉甫議員出來 出來爆這個料 對啊 就是因為商葬業者看不過去 去找陳秉甫 就是說嘛 我一直在想 他不是找民進黨喔 他找陳秉甫是國民黨的 是啊 陳秉甫是國民黨的啊 所以我要問說欸 我們這邊有名義代表 四個一 二 三 四 包括我以前曾經是 欸 我們去參加個告別式 有時候也要包個禮 包個禮要兩千一 對不對 送個花謠三千一嘛 對不對 欸 俄福聯盟 竟然說 我有出私貸五百塊 欸 他說得下去 我才聽不下去 但是我要讓大家看這一個 招指主持會議 利益不回避 王毅民說社會自有公平 整個社會罵死你呢 是你自己不知道啦 謝 on you 就是這麼一件事啦 所以國民黨有這個部分區喔 國民黨如果不把它砍掉啊 國民黨會繼續承擔這個責任 一直到下一次啦 不過有趣的是這個 教育部允許一個月內要查核 俄福聯盟 最終恐怕廢止設立 我要讓大家知道奇怪 為什麼是教育部 俄福聯盟是兒童福利聯盟 福利事業業務主管機關 不是衛福部嗎 為什麼變成教育部 我就告訴你 俄福聯盟太厲害了 我告訴你 民國八十年他們成立的時候 你知道他們到哪裡登記嗎 他就到教育部去登記 他不是到衛生署去登記 為什麼 因為他登記全稱 我現在唸給大家聽 我們可能觀眾朋友不知道 他的全稱叫做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 文教基金會 他加了兩個文教 所以就變成了教育部主管 這文教變教育部主管 有什麼名額你知道嗎 我有多少錢 有沒有做社會福利事業 不是教育部主管 教育部你沒有去做兒童福利事業 你有很多錢沒有去做 因為教育部是看你有沒有文教而已 所以他回避了衛福部的相關的監督 當然內政部全國所有的行政主管 登記都在內政部 但內政部不主管業務 除非那個業務是內政部主管的 所以蠻有趣的 當時如果他用福利或者用慈善 也許要歸內政部管 因為內政部那時候社會實施在內政部 所以可能要向內政部登記 可是他走蹊蹺 不讓你來查核 他去登記為文教基金會 這樣民教看過 雖然是很出名的歷史 我這樣說雖然一天就知道 你知道用文教定義 我看看你現在才知道 你現在才知道 民教在這裡 但是俄福年夢是這樣 我是覺得說 那裡有很多人跟他關注 他這一次的事件的處理 讓社會大眾 其實大家是失望的 尤其是他剛才說 他到底 這個人在辦送書 這個案子 這個孩子 他到底到底出什麼 我有出 你出一個五百塊的 這個不看口 但重點在什麼地方 我覺得有兩位台北市議員 在這個地方 你去把他看 新北市跟台北市來看的話 大家冷靜下來 台北市 新北市的性態度是怎麼樣 新北市我知道他的態度 他認為說 新北市 富極在我們新北市沒問題 但人我們送到台北市的時候 人我們也沒辦法 是只有負責在我們這裡 人已經到你們台北市了 這個是新北市的看法 所以他一直在講說 我們對這一位案同 我們都有給他定期的物資上的一個資源 新北市在講這個 可是呢 大家在講說 你也沒關係 什麼你本來台北市跟新北市 你有一個 你們本來就是有一個 跨縣市的一個平台 個案這種平台的話 你現在人到台北市 你說沒問題了 雖然是我們新北市的人 重點來了 民眾就看到新北市你的心態 好哪怕你新北市講說 合理 在你這裡人都沒辦法 我是送他到新北市 送他到台北市之後 四個月發生這個事情 台北市確實 講話按這個態度不對 我問黃山山 黃山山為什麼會出來講說 台北市你就是輸出 黃山山為什麼那麼生氣 就很簡單 就是說 你這個脆弱家庭 政府對他的支持 尤其是地方縣市政府 台北市你小的國家 你的社福單位 你到底去訪市多久 好啦現行的法律規定了 收完以後30天就開始要去訪市 一年至少要是四次 好 那台北市就是說 像這種脆弱家庭的定期報告 我剛剛問了兩位議員說 到底出來沒 顯然裡面還沒看到 定期的報告第一份 我看台北市外界現在沒有看到 第一時間裡面承建人出來道歉 跟衛務部長來道歉 這個政策到底要怎麼來制定 說訪市的頻率要怎麼樣 新地方政府不能講說 翻證也沒有規定 管理有年輕人要出揚 翻證就有社工 跟他出錢就好 新北市政府的態度是如此 台北市政府我是覺得 對這種脆弱家庭 人都交到你手上了 你事後一副好像 我叫做公親 我不是輸出 同嗎 相對跟中央政府的態度來比較的話 我是覺得台北市政府 尤其是兩位台北市議員 對台北市政府這一點 應該多一點要求 可以這樣 你怎麼來告訴你台北市 這個是很脆弱的一個家庭 你要不要去支持他 當然你要去支持他 所以你說 這個臨時會裡面 如果因為這樣 就要讓蔣萬安脫離這個責任 說大家我們的技術性留會 我奉勸你 萬萬不可 嚇你就去弄死了 所以我會覺得 你再把它講極端一點 這個案童如果是從媽祖來的 你怎麼說沒有啦 富吉里媽祖 媽祖連江縣 連江縣政府 你自己要去負責任 台北市政府 你就不好意思這樣講了吧 因為畢竟案童已經交到 你台北市的手上了 你不就說 要怎麼進心改道即期 俄武聯盟 大家在批評他 這次保母的挑選 我還覺得全日託 你挑那個保母給他 阿嬤就跟你說 過過我們他的姊姊 那個更好 你們都騙我們都沒有 所以一連串 在這個地方 我倒覺得台北市政府 你這個責任 社會大眾也一定會認為說 最近最重就是你啦 所以冠廷其實我們要提的就是說 為什麼大家突然之間發現說 為什麼教育部出來講話 原來他是文教基金會 然後累積這麼多的錢 四十六億耶 四十五億九千萬 四十六億 然後聽說最近又被挖出來 他們在台中又買了一個很漂亮 五百坪的辦公室 怕死人 你安置家園不去做 不去設立 專門在做辦公室 你是在幹什麼 所以怎麼來看這個俄福聯盟 我覺得把這些資源放在 非直接關於俄福的東西上面 其實是非常令人難過的 特別是剛才聽到文又提出來 只有在被人家指責的時候 他的反應說 有啊有啊 我們有替凱凱出什麼錢 聽到那一剎那 其實有共感的人都可以了解到 這是多麼 這是私心裂肺的痛苦 特別是有小朋友的 也是這個歲數的 所以俄福他要扮演的角色 絕對不是只是他全民文教基金會 大家對他是有期待的 大家是希望說 包含這些托育 包含這些服務 包含少年福利跟權益等等 這些保障 他有了這個名稱之後 我們是有信任感的 可是在這一次之後 包含剛才這個部長有提到了 我們的趙薇 直接沒有辦法利益迴避 還是堅持要主持議事 你要堅持主持議事 但是就沒有辦法直面這個問題 就像蔣萬安市長一樣 這個略童案的時序 從去年九月 就已經開始有涉嫌淋虐了 到去年的十二月二十四號 那死亡到現在 多久了 三四個月了 沒有辦法像一個成熟的市長一樣 把這個責任拿出來說 我們來檢討 結果出來了 是在上一層的中央單位 就蒂薩納的第一時間 我們看到的就是 完整的抽離感 公親便士主 那種感覺的意思就是這樣 就是奇怪 怎麼好像他變成 他是調解人 他突然把他的姿態 跟他的情感拉得非常高 所以他講東西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我沒看到什麼情緒的 這是 就在台北市在處理的事情 他竟然可以把所有的事情 然後現在 我們說沒有假動 沒有說假動 但是還是某種程度 是繼續處理杯葛 會有安排考察行程 如果他們安排考察行程的話 是不是會造成留會 我們還不知道 可能知道這過兩天才知道 到底最後有沒有把會議開得成 臨時會有沒有把開得成 我們最後才能知道說 這個報告可不可以叫出來 那好沒關係 我們這月八號正式開會 快要半年了 那如果這件事情沒有足夠的 社會的壓力在的話 是不是這件事情就過去了 所以 所以包含我們的立法院辦公室 雖然說我是這個國防外交委員會的 我們看到許多公務員進來的時候 一談到這件事情 只要是後面電視牆 在講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看到有公務員自己在流眼淚 跟他沒有直接關係 然後他都會說假設 我是相關的 相關的局處的話 他能夠怎麼做 所以這個要有共感 這個要有共同處置的方式 不要害怕扛責任 部長已經道歉了 院長也已經道歉了 為什麼現在看到能推就推 能閃就閃 不要傷害到自己就好 重點是被傷害的人 要怎麼樣去替他解決 所以我們期待四月八號的報告 可以更完整一點 我們看到其實 台北市議會 包括陳從文議員現在 今天會不會被收押 不知道 已經收押了 已經收押了 因為我今天早上沒有注意到這個新聞 已經被收押了 剛剛 其實我前兩天就告訴大家 會被收押 為什麼 因為有共犯 而那共犯 媒體出來的指的都是 所謂什麼五小福四小福 我搞不清楚 但是怎麼怎麼講的都是國民黨的議員 所以我看到不開 免得出事 但是我覺得開比較好 萬一要偵辦的話 還有保護傘 但是呢 我這是提醒檢察官 現在收押了要動 趕快在四月八號以前動 不然就在零十位那兩天 讓他過了四月八號以前 趕快動 不然開會了以後 他有保護傘 那比較麻煩 因為國民黨佔多數 你要是想要大會通過逮捕 萬一他不通過 你就不能逮捕 不過我們要先問一下 妹妹妹 在這個案子裡面 尤其包括教育部出來說 他們一個月要查查核 兒福怎麼那麼有錢 比全臺灣百分之八九十的股票 公開上市的公司 都還有錢 首先大家沒有覺得很奇怪嗎 當初登記的時候 他為什麼會去文教基金會 你當初安的是什麼心 因為文教基金會 教育部沒有社工 教育部沒有這方面的查核人員 對 詹姆 所以這裡面一開始你們的目的 你們期限東年是什麼 那是林志佳當立委的時候 他喜歡孩子去設立 然後一開始就很多雄厚的這個關係背景 那大部分都是國民黨人士 我們隨便講幾個赫赫有名的 比如說什麼饒慶寧家族嗎 然後這個王玉雲家族等等的 什麼馮彥 馮彥 都是蠻久的 派去當官員 對 那在這裡面兒福聯盟 他一直在打他的品牌 他獨佔很多資源 各位知道三個大概跟兒福相關 比較大的機構 大家捐款比較多什麼 第一名兒福聯盟四十六億的資產 單單現金就二十七億 第二名大概是誰 大概是中億基金會 你知道才多少錢嗎 他也照顧了很多孩子 從來沒有六億十的事件 大概八億的資產 然後再就立新很有名吧 六億資產 八億跟六億的從來沒有六億事件 而盟第幾次 好這第一點 那你一開始不只是有三點七億 去內湖買房地產 你竟然九千八百萬 接近一億 你在台中 現在又被挖出來台中又買了房地產 對五百坪 你說 那為什麼不設置兒童的安置家園呢 我就說你如果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就發現說出養之前 你有那麼多的錢 你為什麼不設置一個安置機構呢 可是兒盟 你如果去看他的財務報表 他把很多錢發在哪邊 包括今天出來說 這個是因為社工不服使用 這個台中這個 他居然是一個品牌經理 兒盟的發言人 你聽過品牌經理嘛 他用了多少的經費預算 再搞好公關 媒體公關 難怪他第一時間 他們執行長辭職的時候說什麼 沒有處理好媒體關係 所以你是把兒盟當作什麼 當作一個品牌席項 來這樣大吸睛嗎 你為什麼不多拼一點的社工呢 你為什麼不給他們多一點的薪水呢 你為什麼不設置一個安置機構呢 你有那麼多的錢 可是你做的是什麼樣的事情 到出了事情 三月十一號王玉敏才知道 還好意思大累累的 繼續要主持政案報告會議 辭職的執行長說 我是因為媒體關係沒有做好 最後我講一點台北市 蔣萬安你夠了 你常常用三寶爸的形象 你在討好大家 你在塑造你暖男 好爸爸好父親好先生的形象 今天凱凱不是你的孩子 你可以這樣冷血 你第一時間 台北市政府的反應是什麼 我們請示中央 要不要開會議 中央說不適用 對不起被踢爆了 那個會議本來就是 你們應該重大額虐事件 24號凱凱往生 25號通報 10天之內 你就是要社會局長要報請 要報到副市長以上 秘書長副秘書長以上成績 就可以召開 市長也應該要通報 蔣萬安你不知道嗎 如果你當時不知道的話 就是你們內控機制出了問題 如果說你知道 你還這樣裝死 那就是你說謊 你無能 這第二個 然後你不要在那邊踢皮球了 然後最後我要問 國民黨 夠了 不要這樣保護蔣萬安 如果說為了怕蔣萬安 這個到時候說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太混了 3月13號開第一次會議 第二次會議 3月20號才要開 是不是要這樣給他多爭取一點時間 還是怕陳從文的案子 醜上加醜 可是你終究是要面對民意的 特別是一個販賣三寶八形象的市長 到最後讓我們覺得 你尤其那一句話已經快制人口了 公親便屬住 說真的讓人寒心 我向臺北市政府 你們要拿出 你們應該要有的擔當 臺北國民黨臺北市議員 不要再盲目護航 有關臺志光陳從文這個案子 我們也會追 不過我們還是要先追 內同案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太重要了 因為他的影響是全面性的 所以包括 他設置這個兒童福利聯盟 搞半天 原來他中間給你加個文教 這是要文教 所以呢 可以 募集了這麼多的錢 四十六億 懂好 四十六億 臺灣我看百分之八九十的 股票公開上市公司 淨資產都沒有四十六億 講這題真的很為難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我不希望說 俄福聯盟 因為這樣子而不見 因為 這麼長以來 我還蠻相信俄福聯盟 改組嘛 董事會改組不就好了嗎 而且俄福聯盟 裡面有很多學者 其實以前我都還蠻信任 像馮彥馮老師 台大社會公司是他創的 照道理他們應該是最專業的 這裡面 我不管他是不是跟馬英九 跟國民黨的關係 因為我 我有一句話 網友在講 因為他們在搞政治嘛 你看王玉民就知道了嘛 在搞政治 沒有把政權的心放在俄福嘛 我不希望因為王玉民的個人 個人的表現去影響到俄福聯盟 因為 一個社會團體公益團體 能夠累積出這樣子的公信力很不容易 可是你走到現在怎麼會 怎麼會發生這個事情 然後這裡面有很多 就是俄福聯盟 他必須要去面對到一些 一些社會上的一些聲音 比如包括 就是我捐款的資源是 比如說 應該讓我清楚知道說 我這 你是要買房子 你有房地 你有房市的需求 所以你做一個專項的捐款 那我捐錢的時候 我就知道我要幹嗎 有一個企業家 他說你買房子幹什麼 你缺辦公室 我可以提供你 無償提供給你們辦公室 這都可以 這都可以 他為什麼不去做安置家園呢 這都可以 就是說我覺得俄福必須要想 想清楚大家 外面現在在懷疑你什麼 所以我的一切建立在 信任的基礎之上 這個信任的基礎是因為我相信 你是專業的 你會負責任 我不是說人都不會犯錯 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發生狀況的時候 我知道你是可以面對的 你有能力的 我可以相信 所以包括捐款的時候 為什麼想說 如果你是需要房子 那我捐錢的人 我知道我捐了這筆錢 我就是要讓你買房子 我要知道啊 因為我的捐款的目的 本意是在於幫助小朋友 對 那這兩個會混淆 對捐款的人來講 我會很困擾 因為俄福聯盟有些人我們是認識 然後俄福走到今天這個狀況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讓人家更痛的地方就是 我很怕俄福聯盟變得官僚化 就是他習慣 為什麼講這句話 就是當我後來看到俄福聯盟 他有品牌公關 就是他在做行銷 那我當然知道做行銷有利於募款 可是對俄福聯盟 你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你的本質 是兒童福利 是所有跟兒童相關的這一切 那我為什麼跟人家講說 不要因為王玉銘而害了俄福 因為我覺得王玉銘王玉也很可惜 他這幾年的表現 沒有兒童 只是他部分區的政治性 所以他早就應該要離開兒童聯盟 否則他會拖累了兒童聯盟 所以這會讓人家 我實在是不願意對他講這種話 謝謝大家